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 我是唐丹 今天由我跟张强老师一起为您带来 2018天天象棋 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的精彩队局 对阵双方是由来自上海金外滩队的 相机特异大师孙永征 直红对阵河南楚河汉界天伦队相机大师刘明 唐丹这个官方也说 把这个对名都说得很准 这个上海金外滩一直赞助上海队 对 这个已经很多年了 从象甲第一年到现在名字没有变过 一直是支持上海队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变过对名的队伍 就是上海金外滩 其他队伍都有变化 甚至有的队伍变了三到五次了 河南队今年楚河汉界主要是指了河南行阳市 是楚河汉地 广武镇是当年楚河相争的施发地 对 也可以说 邢阳是象棋文化的一个测源地 现在邢阳那边的象棋赛事也很多 对 邢阳也是用当时的王市长的话来讲 就是说邢阳一定要搞象棋 不搞象棋还搞什么项目呢 因为象棋正好行阳市广武镇就是楚河相争 正好我们象棋 这还有楚河汉界 也有一种传说是说象棋是韩信发明的 江一也多次举办了韩信碑 所以说也感谢这些地方的有识之士能够对象棋文化这种推广和拓展 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好我们来说对局吧 对双方是中炮对屏幕马开局 一方G9平8 这盘棋可能是第四盘下的双方第四盘 在前面三盘棋当中 这个河南队先赢一局棋 对河南队的党飞大师赢了上海队的赵伟大师 所以这盘孙永征特大也是直红也必须去争胜 对 那这个孙永征以往象甲它是比较稳定的 他也曾经在2007年左右 获得了象甲的胜利王 对 他获得过一次 这个也可以说代表了最高水准 这盘棋就是孙永征必须要争胜 对三兵 对于他来讲就是他压力比较大 对 他走了一个想走武器炮 先走一个边马 对方不给他走正规武器炮的机会 对 他走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是老招 一般黑方走足以进一比较多 足以进一就容易形成 最常规的武器炮 对 这个三向一补呢 红方呢可能这个选择的线路呢 就是相对就少了 但是到底怎么选 又要去争胜 这个孙永征呢 就是有点临场呢 可能不好去掌握了 对 他走的是居酒心一 因为炮八进四呢 是这个局面呢 最典型的走法 也是老谱当中呢 出现最多的 但是他可能想到对方有准备 而且这个棋呢 平稳 容易平稳 这棋容易平稳 容易平稳 所以他就不愿意这么走 因为要争胜嘛 就感觉这个动作比较缓 然后红方就选了一个居酒心一 那黑方是四进五 对 这个都是属于也比较常见的 然后红方如果走居酒平七的话 这个呢倒是一个课题 对 这个局面呢 也很多高手呢下过 黑方有马三斤四或者居平四 还有刨八尖二 对 就是这个走法呢 红方倒是有一个稳固的先手 是 但是棋局呢 也是比较平稳 趋向缓和 对 红方是有稳定的先手 但是局面不容易呢 发生特别激烈的战斗 也不是特别符合这个红方的局面精神 就是红方要争胜 他要走得激烈一点 所以红方呢 选了炮八瓶七 这就变成了 先炮八瓶七那个变化了 黑方也是马三斤二 这个必须要走 对 否则红方居平八 红方这个时候在居九瓶六 黑方在炮八瓶四 对 炮八瓶四 上面呢都是这个 非常常见的棋谱 这个棋谱啊 最早的我们写的那个布局书里边啊 把它定义为骗招与对策 骗招与对策 对 这个炮八瓶七 就这个整体的思路 对 但是走到这个行的是一个正行 是 就是黑方呢 完全可以应战的这么一个开局 红方接下来呢 主要有两种工法 马三斤四和居六斤五 居六斤五 这个棋谱太简化了 对 这样他对方正好有一个进码灯 你这个炮也不好逃 交换的话又是相对于简化平稳 交换 他把你灯掉 那红方这个兵也不能不吃啊 对 平静静静吃掉 那黑方聚一平三 就把你抓回来就可以 最简单的 聚一平三 对 这个棋呢 就是之后呢 这个变化大概就是拆炮 吃掉你 聚三进入 吃掉 你只能飞向 人家集团进入退一步 这个局面 黑方应该说啊 也非常的公稳 红方呢 虽然说也没毛病 但是想进一步扩大战果呢 应该说是非常困 所以红方也是没有来选择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说黑方的满意 红方呢 基本上没有先手 但是红方呢 也可以基本上立于不败 这个要是想求和的话 红方可以这么走 对 他居六进入这个选择 这个 变化相对于简单一点 对 那么除了居六进入 就红方就只能马三进四了 好像不容易有第二种走法了 第三种走法 马三进四呢 这个就是想跟对方呢 直接去进行这个中局的拼杀 对 那么走到这呢 你是想拼 但是对方呢 是想稳 所以黑方呢 选的这些变化呢 都不是那么凶 但是也免里藏镇 对 黑方是 因为最凶的就是打兵 对 这个棋呢 早期呢 下过几盘 黑方呢 输得多 但是这两年呢 有一些这个 胆大 有实力的选手呢 他也去强行去打这个兵 对 有些改进的走法 吃掉 吃掉 先将一阵 打一将 他再蹬掉 然后再 红方G6进五 他马上进一蹬 然后红方有 抛齐退一 退炮 对 黑方这个时候有抛二进二 对 抛二进二好像是后来改进的一个走法 还有抛二进三 最早 王天一下过这个抛二进二 对 抛二进二 战胜了对手 但是这里边这个棋啊 错纵复杂 这个棋呢 就很微妙 早些这个棋 感觉黑方很危险 但是后来呢 大家通过不断的这个拆解呢 认为黑方呢 也有比较强的反弹 但是刘明呢 他是一心想稳 他不走这个 给你这个乱战的机会 所以弄的孙永征呢 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下向起啊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叫局限性 每一个对局 他都有一定的限制 不能够完全体验出双方的水平 但是你的 综合的实力呢 会有所展现 但是不是说绝对的 那洪方马三进次以后呢 黑方就走了一个马尔基尼 去登兵 这是一个先手 这个策略本身也是可以的 洪方这个棋如果想变的话 我觉得可能应该抛弃平六 好 抛弃平六 这个变化呢 可能更曲折一些 不见得抛弃平六这招棋有多好 就是这么走呢 可能使这个局面啊 没有马上简化 当然抛弃队一也并不是说简化 它是抛弃平八 抛弃队一本身也没有作用 黑方这个抛弃队四呢 也是有备而来 对 这都是很多前人走过的一些棋 对啊 我十几年以前就走过这个棋 对 就跟这个棋 完全一样 是 刘明呢 是来自宁夏的选手 西北汉的 今年也三十好几了吧 三十大几了 应该说作为一个业余的好手 陆林好汉 挤身于向甲联赛的队伍当中呢 也确实呢 这个为数不多 有这么几个人 但是刘明呢 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 在其上呢 天才呢 也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呢 在向甲当中呢 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呢 还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个宁夏 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祖国这个 比较靠西北的这个城市 人口也不是很多 人口有三百多万 他是不是宁夏这个第一位这个相机大师呢 宁夏有一个王贵福啊 这个原来是上海的知青呢 插队到宁夏去啊 这个刘明的老师呢 叫任建国啊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老大哥 曾经我们在邮电队的时候呢 在一起啊 接受过 现在也是宁夏 整个这个自治区的这个相机协会的主要的领导啊 因为那个去年呢 也非常有幸 我和柳华老师啊 去这个中国棋牌西北 西北去西部 西部行 去西部推广 其中就来到了宁夏的雇员 和宁夏的银川 进行了两场车楼战的推广啊 对当地的民风呢 那个淳朴啊 有了一个更加切身的这个体会 确实呢 我们这个宁夏呢 有很多的相机爱好者 我们呢 也是得到了当地的 这个其有的热情的这个欢迎啊 是 但是宁夏的整个呢 人口呢 不是很多 三百多万 这个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呢 这个算人口比较少的这个省份了啊 宁夏的相机高手呢 历史上呢 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啊 但是宁夏的爱好者呢 却很热情啊 这个人数也很可观啊 黑方走炮二近四啊 这个棋呢 就是与这个炮呢 形成了一个呼应啊 对这个棋 许云川呀 特别早的时候走过一个十四镜五 不是 十四镜五这招棋 他是对这个万春林下的啊 万春林大师当时就打了 对 然后洪方就冰三级一 冰三级一 他先炮八镜五打了一下 对他先进炮打 然后他走一个 炮八瓶六 对炮八瓶六 他就给对了 然后他又举了举了进五 结果洪方呢 就有很多先手 有很多反击的这个手段 但是四四镜五 这个棋呢 这个孙永忠也可能怕慢 觉得这个动作是不是慢 对 黑方选择也挺多的 对 所以说捕士呢 也不符合 洪方的需要 洪方觉得这个棋要赶快啊 要拼起来 他就是心态上肯定有些变化 所以说宋征呢 刻不容缓 就是兵就冲过去了 这儿呢 一场激烈的战斗呢 就势不可避免的呢 这个展开了这个交锋 对 炮二瓶五一将 洪方十四镜五 对 炮八瓶六 拒二斤九 对一个交换 这个刘明呢 他这个老师 这个 任战国老师 我刚才口误 对 说这个任建国了 应该是任战国老师 这个任老师呢 对他这个学生呢 也非常肯定 对 他说刘明这小伙子啊 下棋呢 也比较认真 比较执着 对 他这两年的联赛发挥 也是比较出色的 比较稳定 就是说他也很踏实 对 熟读兵书战策 确实呢 这个地方呢 洪方呢 这个走的这个攻势啊 很猛 但是呢 黑方呢 也是以牙还牙 丝毫呢 就不退了 那么走到这儿 洪方呢 就没有走这个 冰三级 对 看着好像可以吃过过河冰嘛 冰三级 是不是怕黑方也 足舞进一 这样冲下 对 冰三级 对方可以足舞进一 这个也很复杂的区域 这个棋啊 我跟那个深鹏 对 你好像下过一盘这个棋 特别早的时候下 后来把这个鞠对了 对 更早的时候 您跟我们讲过这个棋 然后是 因为洪方虽然过个三冰 但是黑方这个 也是有冰族的这个物质力量 黑方这个棋呢 应该说 也是不错吧 是不是 对 洪方这个棋 没有丝毫把握 因为你要出将 他可以泡五瓶酒 对 这个地方黑方呢 由于这两个炮啊 把洪方这个兵线呀 整个站住了 是 洪方呢 也不好去发力 实战当中呢 黑方就走狙六进五 对 他就强行去 去这个 想打动这个兵线 对 对方这个对攻 他想尽快开动这个兵线 对 那走到这儿 黑方到底该如何应对呢 好 我们稍后呢 将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这个激烈的中局对垒 对阵的双方呢 是上海的孙中 对阵厦门的流明 洪方走狙六进五了 黑方就没有走足舞鸡 其实足舞鸡呢 也是可以 这个棋呢 就占现场 对 也没有问题 黑方呢 由于当时呢 这个棋的需要呢 就是说我下成何棋呢 也是可以 所以黑方呢 就是攻守兼备 对 直接就鞠一平四对鞠了 嗯 红方这个棋 如果对了鞠 可能双方呢 这个整体的 这个对比呢 也是接近 这个可能下成这个 红方 从棋里面来看 对了鞠呢 是可以下的 这个棋 就是双方兵族呢 也接近 这个战线呢 还将非常的漫长 是 将是一个残局的大战 但是红方呢 当时是太想求胜 所以呢 冒险呢 就把这个中族呢 杀掉了 结果这个棋啊 就变成了 一发不可收拾 黑方这个 后面之后的反击 还是挺 非常严厉的 对 对 非常的凶快啊 嗯 这个棋呢 就说 普通的招呢 肯定是不行 你炮 打边冰 这些都不行 那这个 红方这个 不定的速度太快了 嗯 你这个 也将呢 形成不了 真正的威胁 嗯 所以说红方 在类似的局面下呢 就说应该慎重 对 为什么吃足就 不行呢 或者说 能够遭到黑方的 严厉的反击呢 嗯 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就是说 对方不可能 你吃足 这个炮又跑 对 炮开 那肯定是危险 让你中路的攻势这么强大 嗯 那么黑方一定会有 紧凑的 后续的手段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红方 凡是采取这个 比较凶的手段的时候呢 一定要慎重啊 那黑方 选什么呢 他选 马一进三 正好是个杀旗 又看着中跑 对 杀底是 这个就是黑方 非常严厉的一个 啊 后续的手段 嗯 那红方 也只好出帅了 对 啊 因为这个老帅在外边 要相对安全一点 嗯 黑方接下来走 黑方走一个 军事竞 军事竞 嗯 继续捉马 啊 这个旗呢 也很关键 如果直接打兵 怎么样啊 唐代 打兵 你对这个旗 他可能是 呃 估计红方有个 送炮江的旗吧 嗯 嗯 红方 跑上去江 那你吃炮还是来吃马呢 吃马也没用 吃马就他灯上了 你就灯 你杀一枪进将 或电炮一些 电炮稳健一些 你拱三毒 人家马骑进酒 嗯 你这个马炮受牵 对 这个旗红方还是有先手 所以说红方这里呢 有这么一个 先手腾挪 主要是把你这个炮 换掉 之后黑方呢 就显得有一点 啊 吃紧 对 黑方这个 没有这个 很好的组织 到攻势 对 他不着急 这个 所以这个炮六平三呢 要不要急走 要先把这个炮八 近期的 手段呢 给他避开 先走居室进五 来捉一下马 他这走法也很巧 如果你红方逃掉了 黑方可以再打 对 再打就厉害了 你这个像逃不掉 是 一打僵 然后这个还有批僵 还有G六平七 这些手段 对 这个旗红方呢 就眼看着就杀破对方 因为这个一打僵 这个老件就虚浮了 这个地方有很多手段 这个太危险 但正好红方 这次对峡对峡也不行 G五特二 对 G五特二对峡 他正好有个炮六平三 他也简单的打 对 使这个居啊 暗中生根 你一吃居 他打一将登回去 是 黑方呢 在物质上呢 就有比较多的获得 红方就等于走了半天 忙活了半天呢 你没有所得 又丢相又丢兵 这个旗呢 就坏了 所以他也来不及对局 所以红方呢 这旗还挺为难的 对 无奈之下呢 就选了一个G五平九 就说孙永征这个旗呢 下的是比较的凶 但是呢 却有一些勉强 是 黑方这个布局选择还是 黑方走的比较正 他没有毛病 他这个攻守兼备 对 他没有给你呢 机会 所以这时候红 黑方的G四平六吃马 他看看底下有没有攻势吧 他将了一军 然后落势 跑八进西 又将了一军 还得十四斤 补一手 红方这个看着也是挺凶的 对 但是可惜呢 就说的这个旗啊 只有G炮两个子在进攻 对 G炮呢 难以形成这个配合 对方老有这个炮六平三 是炮六平三 他还得去解决 这太厉害了 所以红方这个时候 先送了一个旗兵 同时呢 保留这个炮八退伍啊 抽狙 对 这也挺有欺骗性的一个走法 对 那这个局面 可以说是犬牙交错 对 红方呢 和黑方啊 这个三旗兵啊 全是对着头 暂时谁也不拱 然后红方呢 暂时是少一个大子 这个底线呢 有这么一个闪击 就通过这个G的叫江啊 这八楼炮 有这个抽子的这种手段 那么黑方呢 在这个紧要关头呢 应该说是临危不拒 对 我当时还看黑方这个 怕红方不是有推炮打G抽江吗 对 我不是还想着 就先居乐团 先守一步 然后这个肯定不好 对 然后发现 胡方是不是还有一个 冰三平四这个 这个 就是你单纯的逃跑 对 你就是容易吃亏 是 我只想着 那么黑方呢 就是接着使劲 他走一个马 三推四 对 他退马是好骑 这个骑呢 就有效的防止了抽居 另外为将来的这个作战呢 又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 对 那这个骑 红方必须动手了 他再不动手 就少死 而且对方也有手段 是 他就索性就先把嘴吃回来 打势 再打马 然后对方再飞一下边向 飞边向 对 飞边向呢 就形成了 还是四兵见面 对 这还是很难去掌握 这骑 主要 现在这个骑啊 黑方的手段呢 就是如果不走啊 他有一个灯笼炮 对 然后你飞 他对方一僵 你只能尽量 然后对方有一个出向 出向 这是一个绝杀 这是一个铁门栓 对 所以作为红方来讲呢 必须要解这个骑 而黑方这个 这个两个炮啊 再加上这个鞠马呀 这个配合太厉害了 对 黑方呢 就 很厉害 这个他形成这集团军作传 嗯 所以红方呢 必须要解 他是走炮二平六 对 他就先把这肉吃个食 那这个能否就把这个解了呢 啊 他的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如果你蹬的话呢 对方有这么一个必要的顿挫 先将 然后他再飞你 等你再将的时候呢 他可以阳视 这儿老将就不用进来了 对 这个地方呢 红方就可以解开这个困局 这样红方还有对公的机会 对 所以黑方呢 就不给他这个机会 嗯 黑方就先把这个 他先足三进一 都吃掉 对 那么吃足 红方还是不能动 他不好动 主要这个 算四平 其实黑方呢 也可以飞兵 对 你要再不理 他就飞你或拱你 红方最主要这个旗啊 没有直线进攻的手段 对 九路蚂蚁处来 这个挺烦恼 对 所以红方就兵三进一 对 兵三进一 他先拱一个兵 希望这个三路兵呢 将来能够更加靠近 黑方的老将 对 能够借劲呢 有些劲 这个旗黑方呢 就走得非常的精准啊 对 他走了一个 他实际上是走了一个炮武推二 对 炮武推二 推炮 这个旗炮武推二 唐南给大家分析啊 这是直接的战术手段 他炮武推二可能就是想 下一步这个炮六平将军 炮六平四 炮六平四 炮六平四对 炮六平四 炮六平五呢 还不绝对 这也是一个手段 是 他第一个 炮六平四先白吃一个子 对 第一个反应就是炮六平四 对 他把这个炮抽回来啊 红方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 逼迫红方这个狙炮就得动 对 是这样一个意思 你不动你也不能金将 你金将你就走死了 对 那人在这降五平六 这下一步以后 对 铁门栓的起 这个百头炮 咱们炮五平三都很厉害 对 他第二个手段呀 就是你炮一走以后 他就炮了一平五就厉害了 对 炮了一平五将 主要你帅四平五 这个又是铁门栓 他还可以随时出降 对 你要是 他这么一将 对 就像你说的啊 他这么电 他有一个炮五平六 这可能还是 这有危险 就杀齐了 对啊 就是红方也很难解 这炮了一平五也很厉害 对 他第一个是炮了一平四 第二个就炮了一平五 对 所以走到这儿呢 应该说红方就陷入困局了 他这个推炮僵也没有僵 他就上个僵 还是没有后续的这个防守的手段 对 所以走到这儿 红方就很难办了 所以说 宋仁呢 想了半天也走不出好期来 对 他最后走的是 他走了一个炮五心一 炮五心一就速败了 对 他就是想防止你这个平两个炮的这个手法 对 这个旗啊 就当时看能不能下兵啊 你这么僵 他出降 进降 你要出降 他还有这个什么抽炮僵啊 对 下兵僵 看能不能够上 其实黑方就是 这个第一反击 就简单的一僵 就把嘴吃回来 把这炮打回去 你就没有机会了 对 所以说他下兵来不及 这个地方呢 那个炮又收不回来了 是 所以他实战走炮五心一 炮五心一啊 这个旗啊 可以说这个半御定 对 因为红方呢 毕竟这个进攻啊 过于勉强 而黑方啊 我觉得这个流明啊 这个一个是对居 居私进武 然后走这个 还有马三推四回来 回马 回马 回马NLG走得最为传神 对 攻守兼备 化解了红方呢 好 并不成熟的这个攻势 对 看来就是红方在 必须要争胜的情况下 这心态一着急 这个走法 对 这个 孙永征呢 这个也是全国冠军啊 这个上海队的主力 是 也是常年的征战向甲 这个十几岁呢 就进了上海队 这个也是 95年呢 获得的相机大师 应该说是 九军沙场一个老相 向甲的 这几年的表现呢 应该说是 比较稳当 对 但是今天这个棋呢 它必须要拼 这个拼的呢 就是 有点过了 这个也是 为了全队呢 去拼搏也没办法 其实上海 机外参队前六轮 还是发挥不错的 也是排名在 并位第一啊 上海跟杭州 还有这个 河南 厦门 厦门对 上海 这三个队伍 应该说这个 向甲呢 进行了六轮 现在呢 这个 初步的 展示了一下 这个 起手的实力 但是由于这个 对手不同 对 还有这个 开始大家呢 没有完全展开拳脚了 向甲呢 一共要进行 26轮的比赛 根据我们赛程的安排 将在这个 12月底呢 才接触分晓 先是打26轮的 这个双循环的 就是常规赛 然后 之后 还有 前六名 在争夺呢 最后的这个 座位的排次 对 所以说这个 最后的争夺呢 是非常漫长的 会体验 起手的 这个综合的 这个能力 然后看队伍 炮六平六 平七都一样了 对 最后这个 将只好有一个 马40006的棋 马40006 双杀 马六进七 首先是第一杀 这个棋 没办法去 对 如果你光守这个 当中守住 将来人家一降五平六 还是铁门栓 你这个兵够不上 所以最后 它是这么僵了一群 然后这个炮六平四 这个棋呢 黑方就很简单 对 是僵 炮一僵 你飞哪个像呢 也不行了 它实际上是下三进五 对 这个地方先打一下 可能更好 对方先吃了 也不影响 对 因为这个地方 下部黑方降五平六 就是绝杀 是 红方下兵 就是防止他出将 但是黑方 先一平 平跑 红方就认负了 对 为什么认负了呢 你只能走这个了 对方最简单呢 居六平七 就把这个兵吃了 对 先不着急吃 吃兵也可以 对 这个你过来对居呢 他就足三级 你也没得走 将来他把居对了 双方双命也必胜了 红方这个居兵的威胁也没有了 对 所以走到这呢 黑方呢 就取得了胜利 那么这盘棋呢 最终是黑胜 本场比赛呢 最终是厦门队呢 以六比二战胜了上海队 对 但是上海队呢 在随后的一轮的比赛当中呢 以六比二呢 再次搬回来了 是 因为这次深圳的赛会集中制呢 也是得到了这个深圳保安区 这个体育局 也就是文体局吧 这个大力的支持 和这个大力的协助 对 应该说 根本这个赛会的棋手呢 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使我们能够安心比赛 那么这次比赛 上海队呢 第二场呢 就怀疑颜色了 那么最终上海和厦门的两场 是打成了平局 对 和河南 对 那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好 朋友们感谢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